是不是?又不是特別差 起碼我沒有睡覺 給你60分 美女通常都是微粗的 為甚麼? 很粗 美女通常都是男朋友遷就她 通常很怪兇 所以女人微粗就對了 原來女人微粗還會嫁少夫 是嗎? 有興趣嗎? 有興趣嗎? 要是大10年,要是小過你 但通常微粗大部分容易嫁老公 差不多年紀或小過你 眼睛都不錯 不過她的眼睛平常有很多話 眼睛如果做她的男朋友有很多話 希望她的眼睛 對,希望她的男朋友 不像我這樣日頭做廣譯的事 你不是桃花眼,是孩子眼 孩子眼都是桃花眼的一種 因為你經常跟她好聊 經常問為甚麼 人家以為你有意思 你經常跟她好聊 人家誤會你有意思 你呀,兩個人這麼像 社會上來露出眼睛 幸好 她兩個出街就開心了 可以說幾個鐘頭講得不停 對… 很準 這樣就是 原來你也是 真的很喜歡說話 所以說三個女人 就一個虛 不用問了 你一個虛 之後不用看她晚上 去旅行一定悶 對… 五、兩個鼻孪都一般 眉頭也不行 嫁不到老公 要自己做得更厲害 賺更多錢,養起她才行 眉頭30歲都不問你 我們沒有投資運 投資運你的鼻子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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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睛無憂 鼻頭有肉 內心無動 兩個… 對呀,你也鼻頭有肉 不… 不… 封生水氣… 封生水氣… 封生水氣要多一點 封用就會封生水氣 接下來我們有黃小姐和劉小姐 師傅有我們雞嘴耳的Bonnie 幫我們看 我看她的樣子緊張得很緊要 很癢 很癢 師傅手下流情 好 我現在開始了 我現在開始了 看看別人能否流情 看看你合不合 好… 先說一隻耳朵 我剛剛摸過 她的左耳 右耳看起來比較軟 右耳看起來比較硬 代表她三十歲前腎氣沒那麼足 三十歲後腎氣足一點 身體會好一點 兩隻耳有少許兜風 作風比較新潮 喜歡嘗試一些新的 有少許反半針 再說說她的額頭 額頭有美人噹 是很難的 變成讀書十六七歲的時候 可能會有障礙 以及會與父無縣 而且她的額頭 比較… 不是很闊 比較窄窄的 但算是很高 那… 那… 那是甚麼 答案呢 沒錯 記憶性好 那… 那… 就… 那… 消連運就一般 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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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韻31-34就比較弱 很弱 印堂一般 又不是太白 飽碗有少少粒粒的 希望公之公一般 不是特別漂亮 落到眼睛了 可不可以隨眼鏡給我看看 眼睛也大 解心地善良 有人情味 黑白也分明 眼睛代表35-40歲的運 應該都不錯 有沒有眼神? 有沒有眼神? 有眼神 眼還有什麼? 眼還有什麼? 什麼形狀? 什麼形狀? 有少少睹睹的眼尾 有少少睹睹的眼尾 它介乎拱鼻子和鼻子中間 有少少 可能有時脾氣都會暴躁一些 但它整個上一個鼻就最突出的 我見到 它鼻頭有肉內心無獨 左右金甲都有力 但是好像有少少許浮浮的 看下去 都合格 雖然特別有氣勢 但合格 不錯 都不錯 都應該儲得到錢 看下去 儲得到很多錢 法令很短 少少 又不會說小時候很不開心 沒有苦淚民那種 都喜歡搞搞鎮玩一些新的東西 開心一下 整股客人 因為人中都略短 極短短 短短 為什麼 喜歡被人稱讚 就沒有什麼懷疑心 但被娘有節 不是說疑心也重嗎 男女疑心重 跟朋友有沒有疑心重 對 男朋友或老公有疑心重 如果被娘有節 嘴巴沒有什麼靈覺 說話就不夠技巧 下巴也算是圓圓的 又不是特別尖 都喜歡回家 不會經常出街 對 正面看得挺闊的 下巴短 晚年就無憂了 都不用捱得很辛苦 到劉小姐了 好 說一番 梁 是不是姓梁 劉小姐 劉小姐 劉小姐又是 有個美